欢迎收看CUAV雷迅创新LTE Link SE教程 设备的安装 SYN卡槽支持的运营商网络如表格所示 注意SYN卡不支持热插拔 上电前请安装SYN卡 LTE网络状态灯 系统状态灯 电源状态灯 电源接口支持12-55电压输入 竖传接口用于连接飞控 可将线连接至竖传1或竖传2接口 包装附带的三根线中 绿色端子的用于连接V5S7系列飞控 白色端子的用于连接PeaceHack系列飞控 棕色端子的用于连接PeaceHack飞控 HDMI输入 这一端连接您的相机 内存卡卡槽 默认设置解锁后会录制视频至内存卡中 风扇接口 用户可以扩展风扇用于散热 天线接口 安装好后给设备供电 供电前请检查天线已连接 设备启动后 LT-Link SE的屏幕将显示如图的画面 如您的相机显示未连接 仅检查您的相机连接 以及是否已打开HDMI输出 长按by的按钮 显示设备CID码 用于客户端的设备绑定 客户端的使用 我们将在下节教程中讲解 感谢您的观看